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,《盲者荣耀》已经出了一百多位英雄,有各个朝代的历史人物,例如李白,有神话人物,比如盘古和女娃,还有老爷杰志的四大名著,《汽油记》中有孙悟空和猪八戒,《三国演义》中有关于马超和诸葛亮等等,《红楼梦》的剧情大多都是儿女情长,缺少打到场景,所以不出英雄也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《水谷传》有108位好汉, 而且各个身怀绝技,作为英雄人物非常适合加入《王者荣耀》的世界,然而《王者荣耀》已经发展了6年,却一个《水谷传》的人物都看不到,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有人说是英雄技能的原因,即少有厂商做过水谷题材的游戏,天美没办法参考英雄技能,还有人说是知名度太低,除了宋江、武松武之身等少数人物以外,其他人物很少能够叫出名字,其实更多原因是因为社会舆论,以前阿科这个 一个英雄叫金科,当时就有媒体批评《王者荣耀》误导学生历史问题,金科为什么会是女的?所以就改了名字,还由于《水谷传》的主题,并没有什么正能量,甚至有人说《水谷传》就是一圈付费打架,拿不出什么正能量的人物设定。《王者荣耀》有很多低龄玩家,如果出了《水谷》英雄,肯定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。 三国和西游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游戏IP,《水谷》在这方面还是差了一些档次,小伙伴们认为《王者荣耀》不出《水谷》的原因是什么呢? 我是李飞白,记得点击订阅按钮,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。